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金融话题 刚才这个广告大家都听到了 今天我们的时间 晚上的6点到7点 要做一个感恩节的特别节目 所以欢迎各位听众到时候来收听 里边有非常精彩的内容 尤其是有一个广播剧值得期待 广播剧是我们应该是第二年推出来了 对不对 去年的一个广播剧 广播剧很有幸居然获得了一个大奖 那么今年我们再来一个 这一次是我们1300电台 华语电视还有牛市 我们三家联合制作出品 欢迎大家一定要收听一下 我觉得这个广播剧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小小的惊喜 顺便说高宁也参与了录制 对这个广播剧是中讯直笔 中讯改编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正好是在感恩节的季节 然后特别迎合现在的这个气氛 这种气氛我们需要一些这种 就是我们不剧透了 当然不能剧透 对还是要那个一下 还是要稍微期待一下 听了以后你绝对会非常 非常高兴的至少是 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 最后把这个广播剧给录制成功了 好了接下来我们还是言归正传 看一看现在在 今天晚上几点 今天晚上六点 对六点七点 刚才说了 就是赵广瑜的尖锋时刻的时间 对没错 刚好又是和纽约连线 所以就是洛杉矶跟纽约的听众 都可以听到 所以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这个特别节目 好言归正传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现在正在审理的一个 另外的一个案子 这个又是全国瞩目的一个案子 上个星期刚有一个案子 就是那个威斯康星州的那个案子 Rittenhouse 一个白人在暴乱之中 他开枪打死两个人 打伤一个人 最后他是无罪获得释放 这次这个案子呢 是涉及到一个黑人 一个黑人在一个 以白人为主的这么一个区域里边 他在慢跑 结果被三个白人围住 围住以后 当时是怀疑他可能是 和前一两个星期 发生的这个盗窃案什么的有关系 所以呢就想围住他以后 让警方逮捕他 这个没有想到 在发生争执的过程当中呢 开枪把这个黑人给打死了 所以现在正在审这个案子 我们就把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 和现在所知道的情况呢 跟大家来讲一下 对因为今天啊 就在我们说话的此时此刻呢 已经双方的 就是简便双方的结语 已经做完了 今天已经此时此刻就裴蠢团 正在研议呢 对 闹不好就在我们讲话这会儿 可能就会出来啊 都有可能啊 所以这个事呢 是大事 为什么说是大事呢 因为现在那一带的警察 以及一些大城市 芝加哥呀 洛杉矶呀等等 这些警察呢 都已经布署好了 做好准备 一旦裁决是 这三个白人无罪的话 他们会预期 有可能在感恩节的前夜 有些人上街游行啊什么之类的 已经做好了这种防暴的准备了 所以对这个事情呢 我们需要了解 尽管接种话题呢 在这个事情当时发生的时候 也就是2020年2月23号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 我们曾经做过详细的讲解 但是呢我们需要把这个审理的过程告诉一下 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尤其是呢 他跟Rittenhouse这个17岁的少年 当时开枪打人的这个事又有哪些区别 因为Rittenhouse和被打死的两个和打伤的一个都是白人 涉及到的这四个都是白人 之前呢包括弗洛伊德呀等等啊 很多的案件呢是白人警察打死黑人 也跟这个案子有点不一样 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案子呢 是三个白人 但是他们是平民 他们不是警察 打死了一个黑人 而打死的这个黑人呢 也是手里没有武器呀什么之类的 这个里面也是构成了所谓的自卫呀什么 这个打死他们吧 就是因为为了自身的安全 所以才会打死他 当然这个呢 大的前提就是三个白人杀了一个黑人 如果我们把这里面的一些因素做一些调换 那就不得而知了 你比如说这个被打死的阿伯利如果他是一个白人会不会变成大安对不对 或者是这里面混杂的是那三个人是黑人打死的也是一个黑人会不会是大安 三个黑人打死的是白人会不会是大安 三个白人打死的白人这个里面的就麻烦了对不对 可是呢他偏偏就是现在在美国的种族冲突比较尖锐的时候呢 他偏偏就是三个白人打死了这样的一个黑人 所以刚才那些假设我们一律把它抹去 可是在这个案子当中想躲避种族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案子他的情况审理的情况 以及由于这个案子给乔治亚州带来的司法的变化 都跟大家讲一讲 这事呢就是在去年的2月23号发生的 当时呢一个黑人的青年25岁的Arbery呢 他是在慢跑在跑步 在一个刚才说了白人为主的这么一个社区在跑步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一对父子两个人 一个是Gregory另外一个呢是叫做Travis 这两个McMichael 这一对白人的父子呢 首先这个父亲看到这个黑人在慢跑的时候呢 他觉得啊他自己在这个法庭上说 他觉得这个人有点像12天之前 在当地社区发生的偷欠案的那个当事人或者是嫌犯 所以呢他就招呼着儿子啊 赶快咱们拿着枪去追他去 所以一个人拿着一个散弹枪 一个人呢拿着手枪啊 父亲拿着手枪 这个儿子呢是拿着个长枪 然后两个人跳上自己的皮卡呢 等于是就去追这个跑步的这个黑人 Arbery了 那么当然开着卡车嘛一下很快就追到他了 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隔壁一个邻居啊 一个53岁的另外一个男子 叫做William Bryan 对这个男子呢一看有这个事儿他也开着他也等于是跳上他们的车啊 也跟着一起去追这个这个黑人男子去了 最关键的是他的车在后边 全程他拿手机在拍摄 他这个手机拍摄的视频到后来起了重要的作用 是好那这个事儿就这么 就是当时发生的这个事情 这个开卡车的父子二人呢在追上这个黑人之后呢 从后面看拍的这个视频来看呢 他们把车速放慢了以后啊 把窗户摇下来以后和那个一边跑路的这个黑人呢 还交谈了几句 然后就把车停在挡住路了 就挡在这个黑人的跑步的那个面前 看得出来这个黑人年轻人呢 他是想绕过这个皮卡车继续走自己的路的 都被拍下来了 全部被拍下来了 结果这个时候呢 这个年轻的那个Travis呢 拿着长枪的这个人呢 他就下来了 下来之后就一直往前走 追上这个跑步的黑人之后呢 这时候当然拍下来的就比较模糊了啊 就比较稍微远一点了 听不见他们说话的声音 因为隔了一段距离了 但是只是听到几声很低沉的吼叫之后呢 就听到三声枪响 枪响之后 就这个黑人就倒地了 倒在地上 那后来警察来了以后就发现他已经被打死了 整个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待会儿我们再看看法庭上是做了哪些辩护 这个辩方就是白人打死人的这方面 他是怎么说的 黑人的律师又是怎么说的 以及这个事情对整个乔治亚州的州的法律 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欢迎去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是现在正在审的一个案子 马上就会做出裁决来 这个案子涉及到三个白人 把一个跑步的一个黑人青年给打死了 那么这个事情到底它是来龙去脉 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刚才说了一下经过 现在在法庭上辩护是这样子 就是检方就是代表这个黑人青年家人的这一方面 认为说这个简直就是叫做现代的私刑 你们三个人凭什么把一个跑步的男子给拦下来 要行使叫做公民逮捕的这个权利 那这个检方的律师呢 就是说这个完全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叫做猜测和假设 没有任何的证据 也不是出于什么事实 完全就是根据自己假设 我猜我想他和那个有关系 和那个前不久发生的盗窃案有关系 于是他就要逮捕这个人 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所以呢是这么说 但是辩方就是McMichael父子两人的这个律师呢 他们是说我们这儿是有这个叫做公民逮捕权呢 他们父子两个人就是行使了这样的一个权利 他们认为这个人可能涉及到以前的一桩犯罪 那么行使这个权利帮助警察 帮助维持社区的安全 就是用这个方法 同时他们又提了另外一个理由 叫做自卫 就是因为担心那个黑人可能抢他们的枪支 可能对他们造成威胁 于是才开枪把人打死 对这个里面怎么说呢 我们没有在这个法庭上 但是根据现在的情况来判断 这三个人每个人被起诉了九项罪名啊 对 我觉得后面开卡车的第三个人呢 他可能如果真的有罪的话 他可能会相对来说轻一点 对 因为那个枪不是他打的 对不对 他只是激化了他们之间的这个矛盾 至少在法庭是这么说的 那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各自的说法当中呢 有没有什么问题 首先作为检方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你们假设这个人是一个犯罪 好 你们说你们这个社区啊 这一段时间呢 一直有所谓溜门撬锁的情况 有所谓入屋偷窃的情况 好 拿出警察报告来 你怎么没有报警呢 对不对 你们家被偷了 你们会不报警吗 来吧 哪年哪月哪日 谁家被偷了呀 没有啊 对 不是没有被偷 是没有警察报告 就没有人报警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呢 这是检方要指出的问题 第二 关于自卫他是这么说的 自卫就是当你受到威胁的时候 尤其你的生命 受到威胁的时候 那你肯定出于自我保护 你甚至可以置对方于死地 这没问题的 对 可是你不能人为的制造一个危险 没错 对 是到你家来 那你当然要捍卫家园 你干什么去追他呀 你报警不就完了吗 你即使觉得他长得像 你说这有一个人我觉得挺可疑的 打个电话不就完了吗 你去追他干什么呢 你去带着枪 你为什么人为的制造一个对你有可能产生的危险 然后你去再在这个基础上弄一个所谓自卫的名义呢 顺便说公民逮捕这个在加州也有啊 在很多州都有所谓公民的就是不是警察嘛 对不对 没时间叫警察来不及了 这正这犯罪呢 你这眼睛看着他正在那犯罪 你当场你把他逮捕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在技术上非常的复杂啊 反正在法庭上有的辩护了 尤其是要出人命的话 可是辩方是这么说的 辩方是说什么叫一个好的社区 听说过守望相助吗 好的社区就是有责任心的居民 自己捍卫自己的家园 或者自己保护自己家园的安全 我们这有这么好的公民 是吧 咱们说难听点叫管闲事 可是有的时候在社区里 我们真的希望有管闲事的人啊 对不对 人家是热心的居民 看到有一个可疑的人 他们过去盘问了几句 没有想打死他呀 就是盘问了几句 你干什么那么凶啊 或者你干什么抢我抢 而且他们在辩护处还说 怀疑阿伯瑞身上有枪 还有这个可能性等等 说不清了 那么这就说不清楚了 大部分的州呢 都有这个叫做自卫的权利的 这个至少是美国的30个州以上 我们在讲威斯康辛州那个 Rittenhouse案子的时候 曾经说过这个事 因为他也是按用这个自卫的权利 来进行辩护的嘛 大部分的州是有的 这个在美国的 算是一个主流的 一个法律的这么一个权利 但是呢 有很多州有这样的规定 就是刚才中旬说的 如果你制造了这个暴力和危险 如果你采取了非法的手段 那么你就等于主动放弃了你的自卫的权利 不能说是我对对方造成了一些威胁 对方也想自卫啊 对方他觉得我也我的生命也受到威胁了 这时候你说不行 他威胁我了 那到底是你不去惹他 他怎么会威胁你呢 两个人都不认识 他将而过就就没事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可能他不能用这个自卫的威胁 我今天早晨听那个就是法官 他不是下那个instruction吗 就给这个jury 给那个陪审团下instruction 37页纸 密密麻麻的都有各种各样的指示 其中有一个可能就会涉及到这个自卫的权利 如果他说是在某种什么样的情况 特定的情况之下 他不能使用这个为自己辩护的话 那这个辩方就又少了一个武器啊 又少了一个理由了 原来刚才说 第一个叫公民逮捕 第二个叫自卫 他是两个 如果要是自卫 这个不能用的话 那么公民逮捕这个 他至少是少了一部分 为自己辩护的这个权利了 同时那个法官确实也说了 第三个人啊 那个William Brown 是可以和那父子俩 McMichael这父子俩要区别对待 如果都判有罪的话 他的罪应该是稍微轻一点的 不是那个 尽管他们九项罪名都是一样的啊 这三个人被起诉的九项罪名是一模一样的 这是检察官的策略 对 但是呢 这个人可能会稍微的轻一点 因为他算是看热闹 结果看出毛病来了 好 那不管怎么说 现在的闭门研议呢 就到了这个 到了这个情况了 再说一下这个 Albery啊 他是一个年轻人 然后跟母亲呢 住在这个社区的附近 那么高中的时候呢 也算是一个校队打那个美式橄榄球的啊 然后显然是没有上大学了 然后他就打打零工啊什么的 和母亲住在一起 然后经常据说是到这个地方来跑步来 锻炼身体吧 曾经有过被警察逮捕的这个 这个记录吧 至少有两三次也是被警方 他有到商店偷东西的记录 对 他有非法拥有武器的记录 还有什么毒品什么之类的 对 这个呢是有记录的 那么在这个案件发生之后啊 曾经出现过两个视频 一个视频呢是在他跑步的这个路途当中 有一个地方呢是人家那个在修建在盖房子呢 这房子还没盖好啊 是只是一个木头架子而已 其实上次我们一年之前曾经讲过 在这个工地当中呢 他有一些摄像头啊 就是为了安全吧 怕别人偷东西 有摄像头安着呢 那么在这个摄像头当中呢 其中有一天是看到了 大概就是发生 就是他被打死的前十来天的时候呢 看到就是这个年轻人啊 Arbery呢 在这个正在盖的建筑工地里面啊 进进出出 大概有三四趟 就是在这个地方绕着看一看 然后进去看一看 然后又出来三四趟 然后就走了 继续跑步 没有拿任何东西 没有比如说是 也没什么东西可拿 对因为建筑工地嘛 空架子嘛 没错没错 就是个建筑工地 但是呢这个事儿 被那个辩方的律师给用了 他是说这个叫做入屋盗窃 他说入屋盗窃呢 不一定非要拿走东西才算盗窃 你没有通知人家 你到了人家私人的这个 这个property 就是地产的上头 那就算是什么什么啊 所以呢 当然这个我估计 大概不太会成立 原因是 这个建筑工地的拥有人 他作证了 他是说 第一 这个人到我的建筑工地上来 对我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我不介意 而且他没有拿走任何东西 而且他说之前还有很多别人都买过 他说很多人 根据我的监测 很多人其实都到这来看看热闹 看看这是盖多大的房子 大概有这个好奇心 人家不是真的为了偷什么东西 这是第一 第二呢就是说 我没有授权给那个McMichael 父子两个人 比如说在这盘问 进出的人啊 在这执行什么警察 应该执行的这种 这种权力之类的 我没让他这么做 没让他拦住任何人 对 这事如果一旦宣判无罪的话 当然可以想象呢 反响会比较大 不过呢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案子 乔治亚州呢 把Arbery这个案子啊 就增加了一个叫做仇恨犯罪 对 而这个仇恨犯罪呢 和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九项起诉 它是区隔开来的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礼拜或者什么时候 宣判下来 这三个人都是无罪的话 到明年呢 他们重新得面对新的起诉 这个新的起诉 就叫做仇恨犯罪 所以这个又会给他们多一个受审的机会 如果这一次的九项当中 有那么某些项判的是有罪的话 明年还是得起诉他 也就是叫做罪加一党 这里面加一个叫做仇恨犯罪 所以这个案子呢 的确值得我们的注意 哎呀 你说这大过节的 你说是吧 如果真的再有些什么动乱的话 这个真的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我会给你一分钟 我会给你一分钟 我会给你一分钟